我從小就脊椎側彎給大家看 我超歪的耶 所以它就變成說 我真的歪到就是我差兩度 我就要去開到那種 說這裡歪 這裡就會歪 全身 全身 脊椎歪連也會拉 真的嗎 真的 就全身 就是我會長短 其實兩隻手的長短是長 不一樣 對 那手比較長 你看 對 對 對不對 歡迎最大女人 我最大 身邊的朋友包括我自己 都會發現要怎麼偷偷變美了 但是呢 這就是奇妙 這是高招的整形的技術 但是呢 我再怎麼弄呢 再怎麼偷偷的弄呢 逃不過他們的那個 你知道嗎 髮眼 對 就我想醫師 大醫師好 佑銘 你好 佑銘呢 就是我的那個 就是我的祕密呢 就真的都在 對 他才是我真的祕密武器 要麻煩兩位了 有一些你知道嗎 我們都知道 就是要偷偷變美啊 可是有一些妹妹呢 他們就會想像 我就是要弄得很不一樣啊 要不然我花這個錢 不就白花了嗎 我最好整個人都完全不一樣 對 第一位是 我 我要講就是呢 我覺得一個女生呢 就是長得很漂亮 但牙齒是非常重 對 牙齒很好重 對啊 笑起來 然後一口你知道嗎 爛牙 然後就是我現在是在弄的過程 所以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我突然大舌頭啦 或者是牙齒 色素沉澱還是什麼 其實是因為 我快要變美了 這是過程 偷偷呢 妳說妳說 因為我為了牙齒 其實我真的做了大概兩次 然後花了很多錢 我小時候是國小的時候 做了一顆維持那個牙齒矯正 然後就是大鋼牙 然後那時候四五年級 就因為要練演講 所以我嘴巴就是整個 一直破洞 破皮 然後我是有虎牙跟爆牙 您的意思是 練演講 是 就會破嘴巴 因為妳大鋼牙 要不停地講話 對喔 對 會一直刮 然後嘴巴什麼的 我就覺得太痛苦 我跟我爸媽說 天啊 妳那個是幾年級 大概四五年級 因為我們現在在 都不會刮到啊 對 現在真的有很好的技術 對啊 像我們以前都沒有 然後晚上睡覺都很痛苦 然後還要換橡皮筋 妳也不能吃咖哩什麼之類 對 就整個很濃透 對 然後我做一半我就放棄了 然後我爸媽就說 妳長大如果愛漂亮 妳不要後悔 我說我不會後悔 結果長大就後悔了 所以我長大的時候 再上大學 所以這是妳的參考嗎 這是黃木爺 這是我之前 沒有 這是 戴過牙套 第一次戴完牙套的這個時候 然後已經就是 有一點點矯正完 但是虎牙跟爆牙 還是有一點存在 後來大學又再做了一次 然後才有改善 就變得沒有虎牙 可是我到現在 妳只是這一顆而已啊 其實本來是兩顆 我這是第一次做完了 只有這一顆有一點虎牙 他還有爆牙 其他都很漂亮啊 沒有 我是 其他可愛的 我是要靠角度 那時候就要靠角度 所以我這樣的時候 就沒爆牙 有虎牙 這樣的時候就大爆牙 大虎牙 妳這樣再一次 再一次 妳在怎樣的時候 這樣 這樣就是 有虎牙 沒爆牙 問題是妳這樣不好看啊 還是很美啊 妳再一次 妳要多少次 很美啊 妳現在還有綁牙嗎 我現在沒有 但我現在 那妳為什麼有大舌頭 我沒有大舌頭 我有大舌頭嗎 有一點 妳也有好不好 有 一直 時刻才發現 對啊 那妳覺得我有嗎 我覺得妳沒有 那妳就是有 有 然後 所有的觀眾 全國觀眾都知道我大舌頭 我以前是主播 我怎麼可能有大舌頭 真的有一點 有嗎 有一點 好 那我對以前 聽我的新聞 報新聞的朋友們說抱歉 我都會在舌頭主播 但我現在覺得牙齒 還是沒有到我想要的那個地步 妳想要怎樣 我想要 醫生 妳知道我在說什麼吧 很內縮 醫生真的在想 對 因為我現在牙齒 就有偏活潑 跳出來的那一種 活潑 懂嗎 你懂對不對 但我不太建議耶 因為 我也是 因為我覺得妳現在側面看的 上門牙的角度 其實是直的 然後妳如果再把它往內拉的話 妳的門牙會變得有點內起 就不好看 可是我現在嘴巴 如果閉起來會緊張耶 就是 我看 就是 妳是覺得這邊鼓鼓的 對啊 我沒有辦法來放 這樣很可愛啊 真的 真的 這種是可愛嗎 翹翹得很可愛 我跟你講 我現在在哭 那個誰拿那個皮衣筆借我 還沒人家拿刀子打臉 不是 我不是要換 妳要換我臉上嗎 不是啦 你說我在哭 哭那個牙齒嘛 哭那個牙齒 然後我本來假設 哭 哭的這個線 這個線有沒有 回上去 然後我就 這不是一 我不會畫圖 對不起 這不是一顆一顆牙齒嗎 對 對不對 好 我就把它畫完 就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想要 妳想要這樣對不對 我想要 明一點 我想要這樣 我想要這樣 對 妳懂我的明白 我想要 妳是要開一點這樣子 沒有 我想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要 這裡 小一點 就像妳這樣子 窄一點 就是這樣 妳這樣窄窄的 可是我今天看到妳本人 我覺得 其實剛剛聽完祈鈺的分享 我覺得 大家對於牙齒矯正 好像有一點 不是那麼清楚的認知 我現在 有分享一個案例 這個女生 大家會 看她原本的樣子 你們有沒有看出 她有什麼問題 下額 縮 沒有下巴 下巴 其實她最大的問題是 嘴凸 對 就是剛剛祈鈺說的 她的上下唇 其實都是凸的 那我們一般 就是像醫美跟 牙科醫師 會共用一條線 就是 叫做 Eline E是大寫的E 對 它就是 我們會從鼻尖 拉到她的下巴 那這條線呢 妳的上下嘴唇 理論上要在線上 那這樣是要弄唇 還是弄牙齒 沒有 應該是說 我們會去看她 骨骼的角度 就是 有什麼問題 就找佑銘 鼻頭打出來一點 就好發 這樣 坐下巴 其實這也是個方法 這也是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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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補合那條線 有好幾種方法 所以現在其實 醫美跟牙醫 很多醫師都會有合作 像我們有時候 矯正完的病患 他們可能覺得 下巴還是不夠出來 那我們這時候 就摳小黃一下 可以幫我 把下巴補救一下嗎 對 那 我現在回來講這個問題 這個跟祈鈺有點類似 所以我特別拿出來講 是因為 其實它的牙弓 原本是 像上面這個狀態 就是它上面比較前途 那這種人呢 通常側面看的時候 嘴唇也會有點微凸 就是你放鬆的時候 你很難嘴唇是閉著的 對 就是它有點翹翹的 就放鬆只能這樣 有點嘟嘴的感覺 對 這樣很可愛啊 很性感耶 對 然後我們通常會回來看 這個側臉 那側臉的圖 我們會先看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上下嘴唇 凸出去線外多少 如果像有些人 爆牙很嚴重 或者是厚到很嚴重 它就是會變成它骨頭角度 退出去太多 那如果沒有辦法 單靠牙齒矯正來解決 就要開刀 就是俗稱的正二手術 那像這個案例的話 它是因為它剛好其實 突出線外一點點 然後它這個鼻子跟上二骨的角度 沒有很棒 所以這個個案 我們就是用隱形矯正來解決 就是符合大家的要求 偷偷的變美 那它大概花了快兩年的時間 就從這個上變成下 好漂亮喔 醫師 我好多喔 就是影視鎂會比一般 傳統的牙套的 戴的時間來講延長 比較快還比較慢 通常是會慢一點 對 因為影視鎂 它是那個隱形的牙套嘛 它要戴上去之後 才對牙齒有實力 那我們很多的客人其實都是 每一天都戴不到足夠的時間 它理論上每一天要 因為像我們以前綁那種 金屬的傳統矯正線 它是二十四小時 對牙齒都有實力的 對 所以當這個隱形矯正師 你一拿掉就沒有實力 所以配合度越高的人 理論上它跟那個 金屬的矯正時間會差不多 但是通常我們看到案例 都會晚大概三到六個月 醫師 我也有問題耶 因為我其實也有矯正牙齒 但我已經矯正快四 五年了 我還是這個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 你們看 我原本 妳牙齒很漂亮 但是我就會一高一低 你們看我其實很明顯的 就是我的右邊會比較下面 就是我笑的時候會露牙齦 會露比較多 但這跟我原先的骨頭 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從小就脊椎側彎 給大家看 我超歪的 所以它就變成說 我真的歪到 就是我差兩度 我就要去開刀那種 因為人家說四十度要開刀 我那時候彎是大概三十八度 所以就變成說 我整個人都會一高一低 歐斯基 你說 這裡歪 這裡就會歪 全身 脊椎歪連也會歪 真的嗎 真的 就全身 就是我會常用端腳 就整個 因為我是S型 我整個人都會跟著歪掉 對啊 所以就會變成說 我是因為脊椎的問題 然後導致於我的牙齒 所以你現在走 你現在方便走路嗎 可以走 其實大家不會看 但是我站起來給大家看 你們其實會看的話 很明顯 其實我的手 你這樣走去 慢慢走去 然後在這邊走回來 你說走 對二號基走嗎 對 OK 來囉 可以啊 我其實走路是很OK的 對不對 然後我要看妳後面 我要看妳後面 慢慢走 這樣還好 走回來 對 但是我會就差一些些 但是你看我這樣站 你們會看到我其實 兩隻手的長短是差 不一樣 對 一手比較長 你看 對 對 對不對 其實差很多 真的對不對 對 所以我整個人其實是歪的 肩膀高度 對 沒錯 你們要仔細看才看得出來 有 肩膀 你看超明顯的吧 那是怎麼辦 那要整個鼓嗎 整個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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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牙齦也會 對 所以我就是會 對 你大笑真的有 對 而且我真的腳沾過的 真的 就是我右邊牙齦會比較多 真的要找角度 對 所以我是左臉人 對 因為我左邊牙齦 比較不會那麼多 所以笑我都會左臉 可是你看我跟之前比起來 其實已經有差滿多的 但還是有 所以我現在就是還在 要矯正的狀態中 而且我有問過醫師 他們說反而爆牙 很容易矯正 他說我這種一高一低的很難 我其實也有請教過趙醫師 因為我之前花這個 我大概也花了二十萬 然後就想說 怎麼還這樣子 我怎麼還沒變好 所以我就有問趙醫師說 我該怎麼辦 以薇的問題 我覺得是因為 她的骨頭完全是歪型 對 其實我們從正面 去看以薇的臉 她的下巴 跟她的整個臉的中線 是沒有對在一起 沒錯 對 然後一般我們在 對耶 對 你看她的下巴 其實是便宜一點 你看那個亮燈的 是 你的意思說 她的這個下巴 對 跟 跟鼻子的中線 是沒有對在一起 對 我是不一樣的 它是歪一邊的 它歪著左邊 你不要動 我們後製會幫你弄線 應該會 對 很有趣耶 很有趣 大家是不是 沒講你們沒發現吧 上次以薇有問過 這樣的問題 那我坦白說 我覺得幫她做腳 症的醫師 其實已經滿盡力 因為她牙齒排列很整齊了 對 但是大家會發現一件事 她的上二的牙齒 我們會看咬合平面 就是這條線 它是這樣子 歪的 對 以為是斜右上 對 所以其實它是骨頭的問題 對 那通常像這種骨 我們所謂的骨性的歪斜 或是骨性的爆牙 通常需要搭配手續 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我也是做正 對 因為妳的這邊的骨頭 妳的右臉的骨頭 比較長嘛 是 這邊的骨頭比較短 妳要長的那邊 要削掉一點點 它才會回症 所以是正餓 對 正餓 那要修復多久 大手術耶 正餓手術其實現在 滿腹疾的 它修復的時間很快 算了啦 但其實 太大手術了 要花好多錢 不是 我覺得要動這個 其實大多數的人 臉都不是對稱的 對 或多或少 我們都會有一點點 轉啊 或者是歪斜 這都是完全正常 只要妳看起來是順眼的 未必其實一定要做什麼 特別的調整 我覺得 好 那我為什麼會 開始有一點大舌頭 是我在 五年多前呢 我客串一個 創業的那個鳥事 然後呢 我就一個台詞 很簡單 現在媽媽講的話 妳都不聽了 將來妳一定會後悔 就這麼簡單喔 一句話 我一直大舌頭 然後我就想 這麼簡單 我這麼搞微的人 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我怎麼會這樣 我好難過 我大概這樣的一句話 我恩記了快要十遍 怎麼會這樣 我就隔一天 我要就是定期要去洗牙 我就在那邊跟我的牙醫 在那邊聊天 就把這個事情講給她 就說因為妳老了 我們年紀到了 牙齒會往前抽 所以妳會看到很多老人家 為什麼就是會口齒不清啊 講話會比較沒有以前那麼清楚 然後或者有一點點大舌頭 都是因為老了 然後我啦 我自己是牙齒全部往前衝 那導致於我有一些 講話慢慢講 要不然就講很快的時候 沒有像我以前那麼流量 所以我就說那怎麼辦 會再一直衝嗎 衝到全部擠 她說有可能 她說怎麼辦呢 她就說那妳現在可以哭咬 說哭咬 小朋友在做的事 她就說妳現在初老 剛好丟席 所以一哭很快 就會回去 而且會比妳之前的更漂亮 然後我就說 那大概多久 她說大概她估計 大概一年半 兩年 來了 我跟妳講 重點 厲害了 重點 來了 好 一面 2021年的時候 這是我一開始 第一 一開始有沒有 我前面 全部擠到前面來了 有耶 對不對 再來是 後來就過半年以後 我就去了 就開始 會有一點痛 然後但是都沒有辦法 這是一個過程 三月的時候 好 同年的十一月 就變這樣 差滿多的 下面 然後這是五月 三年這樣其實差滿多的 對 那再兩次呢 我就可以拆掉了 就要開始做貼片 對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那我 我剛剛就選說 我要小U 我不要這樣大U 其實欣梅姐 我覺得 因為下排的牙齒 通常我們是往前 往下集中 所以 你把它排成越窄的 牙宮如果越窄的話 它越容易有前傾的 因為應該說那個醫生講的沒有錯 因為我們中期醫生牙齒都會移動 所以各位一定會看過身邊很多朋友 就是小時候矯正過 對 然後長大之後牙齒有亂點 對 那很正常 因為你的牙齒啊 就是為什麼可以矯正 就是因為牙齒的牙根周圍 有一個叫做牙周韌帶的東西 它就像是一個有彈性的韌帶 那我們把它從A點拖到B點去 我們強制它過去 但是它會有一個彈力彈回去 對 然後我們下排的牙齒 因為我們講話吃東西的咀嚼習慣 它會傾向於往前下放集中 所以大家可以去公園附近走一走 有些老人家 如果你看到 下圍棋的那些老人家 有時候你會看到下排牙齒 都是亂的 急在 但是你去跟他聊天 他會說我年輕的時候都很整齊 這是真正的意思 所以呢 實際案例 那你贊成嗎 就是我們到了一個年紀了 熟齡了 就大概六十三個這個時候 去做這個可以嗎 其實大家現在的觀念比較樸幅 就是不會像以前說 矯正一定要年輕的時候做 現在很多人四五十歲才來做矯正 我也是第一次做矯正 第一次 我小時候沒有 醫生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如果我們年紀大這種 我們可以靠帶維持器嗎 就晚上我帶維持器就好 就不要讓它暴衝 這樣是可行的 那維持器就是穩定你現在的位置 它就是 就是不會惡化 但是它也不會變好 對 那這樣很好啊 因為你現在很漂亮啊 就弄得很好啊 好 謝謝 借什麼啦 人家 人家長輩一直稱讚你 你也要回稱讚一下 還在借 還在借 他就聽不懂耶 好 下一位 下一位了啦 他就 下一位也是你 下一位 我喜歡 好 還有第二張是不是 第二張我再分享另外一個案例 金玫姊接下來要做的是 貼片 就是貼片 對 那像其實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三個案例 它們的牙齒大致上排列 沒有太明顯的問題 對 但它們都有共同的問題 是第一個牙齒的顏色 對 不好看 對 或者是牙齒的形狀 像這種一長一短 對 對 或是這種大小 差距很明顯 這種案例在台灣也很常見 就是側門齒特別的小 對 那它可以透過貼片 來把它放大 對 對 然後像這個案例 也是很常見 這種叫四環眉素牙 對 就是小時候 如果吃那個抗生素 在大概七八歲的時候 你的牙胚細胞在發育的時候 你如果自己吃到這種抗生素 它會沉積在你的牙齒的內部 所以這個 這個你去怎麼做美白 照光什麼都沒有用 沒有用 對 一定只能靠貼片 對 所以接下來 新梅姐就要偷偷變眉了 對 馬上 其實我覺得我發現現在 妳的時間過了耶 開玩笑的啦 對 因為我最近去看很多牙醫 然後現在很多人去看牙醫 然後牙齒不整理 大家都在推陶瓷貼片 然後像我自己覺得 我門牙那麼大 然後貼的話 會不會就是感覺 我看 更大 對不對 妳門牙還好啊 就是怕會更突出來 就是要怎麼樣分辨說 有些人到底是很適合的 然後有些人不適合 然後會不會有醫生 為了要賺錢 然後強推 大家都去做陶瓷貼片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 妳問的問題很好耶 雖然妳的時間超過 對 妳的時間超過 我比妳在看他牙齒 還好 他為什麼 他問的問題是說 什麼樣的人適合做陶瓷貼片 然後要怎麼判斷自己 自己適不適合 那其實我覺得 主要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正確的觀念就是 適合做陶瓷貼片的人 一定要先矯正過 這是我比較建議 因為牙齒如果是 有一點前後的不整齊這種 我舉個例子 門牙很凸 側門牙很凹 那凹的牙齒 你可以靠貼片貼出去 但是凸的牙齒怎麼辦 你再凸 再貼它就會更凸 所以這種牙齒 通常表面會磨掉 那你磨得越多 對牙齒的傷害 減勾就會越大 對 所以越整齊的牙齒 越適合做貼片 對 所以要先矯正完 比較建議是先矯正 如果是一點點 像這種形狀的問題 那可以直接做貼片 但如果你是牙齒很爆 就不建議直接貼 了解 明白了 來 是誰 非侵入侍的 施雅 對 因為像我就是之前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那個微笑唇 因為我就是一個 就是如果不笑的時候 我會看起來比較 臉比較凶的人 很洋瓦瓦一樣啊 沒有 那種 這種笑吧 哪裡 沒有 就是一點點微微的 哪裡 人家 它這裡有寫 前面 前面 那是每一次有到 這裡有 嘴角這個地方 這有 這兩條 對 老婆妳有拍到這兩條 我說妳有差 思雅 我打得比較多 我打得比較多 我跟妳講 妳看 欣美阿姨是用畫的 我畫這兩條黑黑的 妳有沒有看到 有 這個是畫的 畫的 那我可以去打這樣嗎 可以 因為那個時候 我覺得我的諮詢師 很好的是 他自己本身有做這個項目 就是他自己有打 那我覺得就會更 打微笑唇 然後就會有兩條黑黑的 不是 就是 嘴巴會翹翹的 微笑的感覺 就是會變成 就會看起來比較 臭臉 不會讓人家覺得 好像臉很臭 其實每個人就是微診 其實就是要看自己本身的條件 就是也 也不是說每一個人 就是可能 因為像我這樣子 是打了1CC左右 1CC什麼 1CC的玻尿酸 對 那可是如果有些人 天生嘴唇的比較薄的話 就可能會需要到2CC 或是更多的那個 就是每個人的條件不一樣 那就是用自己原身的條件 去讓自己變得更好看 對 因為我覺得 現在很多女生就是為了 更多而更多 反而會變得 妳也知道 反而會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其實 微診就是 慢慢調整 然後加加減減 然後變成適合自己的樣子 我覺得適合很重要 因為其實也不是每個人 都適合一樣的嘴唇 有的人他可能就像施雅一樣 他下唇稍微打得澎潤一點 你就會覺得有一種可愛 比較清純的感覺 或者是他在兩邊嘴角 做一點支撐 就看起來有點微笑的樣子 其實也不是只有年輕女生可以做 很多時候我們會建議 譬如說一些熟齡的 他們其實也可以做一點點嘴唇 其實我們嘴唇會一直變薄 就好像以前看那個羊婆婆 對 老了會 可能會一直縮進去 你就會覺得它看起來變老 其實我們打一點點 讓它挺一點點 其實它就會讓整個臉 看起來年輕化 荔豬蘭就是會讓 看我本來的皮膚狀況 有這種小小凹洞 然後呢 還有一點就是沒有光澤 就整個就很粗糙 就會變成非常有光澤 皮膚很細 變得很膩了 對 而且它是 但是它打的過程有一點驚悚 一針一針搓到你的真皮層 所以你臉上會有這種 真的是一百多個幾百的這樣 一百多個 蜜蜜麻麻的唇口 這樣一泡一泡一泡 對 我多變也有不變 我堅持最美的是自己 像世上不能只靠天生立直 像世上還要天天堅持 像世上滴雞精 就是妳 奇雨 對 怎麼 妳又有 對 妳又有 謝謝好 我的故事就是非常精采了 真的 因為現在除了流行 在台灣做醫美之外 更流行的是去 韓國 真的 去韓國最基本的 先來打一輪就是荔珠蘭 那其實就是水光針 水光針有很多種 譬如說台灣比較多是雞打 就是用那個機器打水光針 但是雞打只能打表面 那我們女生 尤其是過了這個三十五 要四十歲 我們要求是什麼 血清 對 透潤透光 然後又有膠原蛋白的 那種增生感 所以就要打荔珠蘭 那荔珠蘭呢 就是會讓看 我本來的皮膚狀況 有這種小小凹洞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沒有光澤 就整個就 很粗糙 就會變成非常有光澤 皮膚很細 變好密了 對 而且它是 但是它打的過程有一點驚悚 因為它是真的用一針 用針 然後你梳眠 睡覺的打一針一針 搓到你的針皮層 所以你臉上會有這種 真的是一百多個幾百個這樣 一百一百的 蜜蜜麻麻的針口 這樣一剖一剖一剖 對 然後它會黑青 然後你打完之後 你臉會非常的重 但是大概一天就好了 那我覺得荔珠蘭呢 就是除了它整個就是護膚 然後可以幫我們 真身膠原蛋白 除皺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韓國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他們的審美 譬如說像台灣好了 台灣就是你如果 這邊凹陷 然後你就打這裡 你說凹 對 法力哪裡凹 你就打凹 然後哪裡下垂什麼之類 就是 哪裡就是拉體 然後去補這個凹陷 但是現在韓國流行的 不是加法 以美是減法 對 例如說 我這裡凹不是因為 我這裡沒有膠原蛋白 不需要填充我的法令紋 它叫我打削指針 用剪法去把蘋果肌這邊的肉肉 稍微削掉 然後這裡 這個嘴角紋的地方 口囊帶的地方 也打一點削指針 所以我就不用做太多 侵入式的東西 然後把臉整個打滿 或是什麼拉上來 我只要打削指針 用剪法的美學 就可以讓我的臉部線條 就變那樣的 對 就是比較滑順這樣子 這樣很好看 佑銘 為什麼 你都沒有跟我們講 我自己 我自己去韓國的時候 我其實也有去當地 我去就是微服出巡的看見 去偷偷做一些事情 然後我主要是要看那邊的醫生 在做些什麼這樣子 然後當然啦 我必須說韓國 我想亞洲區 大概台灣 韓國 我想是醫美市場 大概是做得最好的 走得最前面的 那不過就是要注意幾個地方 然後就是 第一 其實溝通上 你還是透過翻譯溝通 所以除非你真的是會講韓文 有時候可能要擔心溝通上 可能最後還是有個落差 我覺得有遇過朋友去 然後做了 就是完全不是他想要的樣子 可是醒來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對 這是要小心的地方 因為畢竟能不能溝通 還是滿重要的 那第二個就是萬一 事後可能有一些修復的狀況 對 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是百分之百很完美的 那你就變成是不是變成要一直來回 飛來飛去處理 也是很麻煩 因為我在那個老師的那個診所的時候 其實我有看到很多個就是 在韓國弄歪掉的 都是回來找他們搶救 那個技術是更 對 就是everything everyway 我要說一下就是台灣目前還沒有立竹 對 真的沒有 對 還沒有引進 對 還沒有 那立竹蘭其實是眾多水光可以用的 的產品其中之一 那水光其實不是一個特定的東西 它是一個算是比較像是技術 這種技術就是我們利用一些特殊的針 或是用儀器 把這些產品 譬如說肉毒 玻尿酸 膠原蛋白增生劑 或是一些生長因子打到針皮裡面 也可以叫針皮 針皮內注射或叫中胚層療法 然後主要是去改善我們的一些膚質 因為大家都 現在都很追求膚質要好 因為膚質其實會讓你看起來年輕 你的顏色是不是很均勻 你的這個表面是不是很光滑 是不是很亮或暗沉 這些都會讓你看起來整個是有氣色好 那我們在台灣就是變成有其他的選擇 例如說一些小分子的玻尿酸 像AI 鎂光針 或者是基因患復針 都是蠻流行的一個選擇 那也有的人他想要偷偷變漂亮 他可能就會選一些膠原蛋白增生劑 像是比較知名的 就是剛剛有聽到 有提到的就是像銅鹽針這樣的東西 他打進去 然後刺激你自己長膠原蛋白 其實跟利朱然是蠻類似的一個概念 可是他剛剛講的那個蠻說服人的 就是說減法跟加法不同 其實現在台灣的醫美也走向 我們不希望漫畫 不希望看起來有塑膠感 所以越來越多的人 像現在台灣的兩大趨勢 一方面就是大家很著重在膚質改善 那第二方面從傳統的填充 我們會希望是能夠長自己的膠原蛋白 讓皮膚變緊緻 去改善肌底為主的 所以有越來越多的這些醫美的大藥廠 紛紛都推出了一些新的產品 來著重在這兩塊部分的改善 那目標就是不是說 我要讓臉看起來很膨很拋 而是我能夠讓它自然變緊緻 像他剛剛講的減法原則一樣 三段式的容底 三段式 三段式就是 我不是用自己的肋骨 我是用意肋 意肋是什麼 別人的骨頭 沒有摸過別人的鼻子 這樣嘛 妳可以這樣對不對 我就不行啊 我這樣 可以這樣 就我摸摸開 是不是現在測試 有沒有 好硬喔 所以它其實是 接著下來我們就要挑到 接著的話是接的 不是我換剪了 不好意思 換剪了 沒有 不一定啊 你也有弄啊 龍鼻 有人是親入式的 有人是非親入式的 龍鼻 漫青 我是我 新梅姐好 妳好 我自己是 我直接先秀嗎 好 這是我龍鼻的過程 對 其實我其實七 八 十年前我為什麼我會想要 想要先龍鼻 是因為我要 很難得接到的一個工作 是拍電影 電影就是會放在超大螢幕上面 所以以前我 出生的時候其實是蒜頭鼻 然後很塌鼻 對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接到這個工作 所以我想說一定我要去 用一下鼻子 我覺得五官來說我最想弄 不是 是導演建議你嗎 不是 是我自己 而且我本身有 鼻中隔 彎曲跟過敏 我以前小時候是真的很愛揉鼻子 所以我以前的鼻頭是非常的圓 對 所以我第一次施作的時候 是肥 不是手術 是打玻尿酸跟 就打玻尿酸而已 然後後來的幾年 也有嘗試過比較硬的 就是精釀瓷或什麼的 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好幾年過後 我會時不時的會一直去這樣子 去塑形 塑形 對 因為那個是不是 不是固體的 它是軟的 對 就是你久而久之 它其實還是這邊會變軟 好像你會好像仙人喔 你知道 什麼都知道 塑膿 那後來我才去選擇做了 三段式的籠笛 對 三段式就是 我不是用自己的肋骨 是用 意肋是什麼 就是意肋 別人的骨頭 別人的骨頭 然後簡稱白話一點 非常專業 但是就處理過的 對啊 處理過的是不是 意肋 意肋 叫意肋鼻 然後還用了自己後面的 耳朵的耳朵骨 來塑形我的鼻頭 因為我最在意的就是蒜頭鼻 分三段弄 分三段處 意肋 意肋鼻 是上 中 下 還是什麼 對 上 中 對 上 中 鼻頭 上 中 跟鼻頭 對 三段式 對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有爬過很多 那醫生有幫我用的比較好 是他還有添加一個液體真皮 在我的 在意肋的上面 比較不會穿刺出去 對 對 他這樣 不是已經可以過了 我要坐那邊嗎 留個位子給我們 我們後製會幫妳做光芒 因為 千年 然後後來我就非常喜歡我的鼻子 因為我覺得只要 那時候一做完的時候 我抬頭看就是那種 很像國外外國 你們其實都有 外國人的那種鼻孔是細長的 這樣 對 對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 好 那我就來講 我可以摸摸妳的嗎 可以啊 因為我 我是二月 二月 二月的 對 過年前 差不多 妳鼻子好冰喔 妳摸我的 我很冷 可以嗎 誰叫妳要穿那麼冷 他夾頭很冷 差不多耶 我從來沒有摸過別人的鼻子 好好玩 我又摸我的 我想摸妳 對 好硬喔 為什麼不一樣 這樣 這樣是頂鍵 零九大會 十年 這樣 彼此做十年了 妳還是鵝軟的嗎 妳可以這樣嘛 妳可以這樣對不對 我就不行啊 我這樣 我可以這樣 就我摸摸開 是不是現在測試 有沒有 好硬喔 所以它其實是 是不是 金梅姐 那妳可以這樣嗎 我可以啊 不能 當然不能 妳可以這麼 我還沒有 我不敢 可是我不行 我還不敢 真的 因為妳是阿東阿 我不一樣 她應該美麗美麟的嗎 我都不動 有可能阿東阿比較硬 對 不能動 我可能是台產的 台產 我那已經弄了 我們應該也要好了 不能 不行 可是我已經做了 現在還在錄節目嗎 我已經打了 還把我髮的骨頭敲脆 好可惜 我覺得不可以 我早就要裝麻把的 我已經打了 絕對不能正面 對 我完全不行 因為我想要喝醉酒 我以為 所以我喝醉酒有時候都會 有時候都會這樣側臉落地 因為會碰到鼻子 按照妳的產品 妳不應該只有護鼻子 我覺得 下巴 太約全臉了 對 從爆掉之類 這裡還好 這裡不會爆 這大象材都不會爆 大象材都不會爆 大象材壓我才會爆 我真的不信 真的嗎 不信 我們真的 發大象來 竟然可以摸到大家的鼻子 但是 發大象材 我也是 大家都有 我大概 對 這個是我三十年前 就是你看 這是我 這個比較短 對 就是蒜頭鼻 肉肉的 我們家就是肉肉的蒜頭鼻 跟我小時候一樣 然後沒有這個叫什麼 鼻樑 對 三根 然後後來每一次 梅林大師幫我化妝的時候 他就說 就說你 他說 他都知道 他都懷疑說我的眼珠 會跑到左右 左右也可以相通 就是 去那個 最平的意思 然後每次都要幫我弄鼻影 他就覺得有一點慫 然後我就開始 他就建議我去做鼻子 然後這應該是十三年前了 因為這是去年的 我臉書跳出來的 就是幾年後 那為什麼比一個六呢 因為我最喜歡第六天的時候 還有一點微腫 還翹翹的 翹翹的有一點微腫 所以我比一個六 那我第六天就來錄影了 錄女兒我最大 就開工了 第六天 第一次 第一次的之後 第一次龍鼻 很自然 第六天 現在這樣很厲害 對 自我 好 來囉 大概在去年 2022吧 2022的年頭 過了一個年以後 我可能黏菜吃太多還是怎麼樣 我發現我的鼻孔有點這樣 我全臉都試 玻尿酸 都沒有假體 你全臉都是玻尿酸 因為我想要試 每個東西在臉上 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諮詢師有做過 或醫師有做過 你就會覺得幸運感很高 我都可以跟患者說 說這裡會痛 然後他們就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因為我每一針都戳在 幾個臉上 我每一針都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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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一個年以後 我可能黏菜吃太多還是怎麼樣 我發現我的鼻孔有點這樣 就是 軟縮 軟縮 因為我現在不能做這個 因為我現在太硬了 就是有點 什麼意思 我要怎麼講 軟縮 你看 你幫我表演一下 就是有一點 對...有一點這樣 有一點這樣 有一點這樣子 所以你看有一些 老一輩的藝人 就年紀比較大的 或者是早期 有動過鼻子手術的 對 開始會 就是會這樣子了 就開始軟縮了 然後我就跟那個 他們那個另外一個動刀 因為佑銘不動刀的 另外一個佑銘 幫我介紹的一個李醫師 他就告訴我說 這是一個自然現象 以前的手術就是會這樣 以前的材質也會這樣 就會軟縮 仙女應該知道吧 我知道 因為我第一次做 對... 第一次是矽膠穿刺出來 然後 然後第二次去做鼻頭 然後第三次全開 然後整個拿掉 然後做 卡麥拉 鼻頭 筋膜 什麼東西都給它疊上去 疊在鼻頭 對 好 又輸了 好啦 都給我講 我沒有要比 這個沒有要比 一個也不能見的 好... 然後啊 沒有要比 然後他就跟我聊 他聊... 我就說 難道沒有辦法就是 一定會軟縮嗎 那這樣不是沒完沒了 他說現在有一個新的科技 GOTEX GOTEX 那不是做涼感衣的嗎 他就... 對... 是... 你來講... 這是一個 它其實就是一個人工材料 所以除了骨頭可以拿來 當作筆背的支撐以外 也會有一些人工材料 那以前傳統就是會有一些 舊式的矽膠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有比較新的人工材料 相對 軟縮的風險 軟縮的問題跟風險 當然還是會搭配一些骨頭 其實芯妹姐也是有放一點 這個... 會用 耳鑽骨 耳鑽骨 對 耳鑽骨 對 然後耳朵的傷口比這裡還痛 對 難道講 為什麼 為什麼 是我們這裡沒有知覺嗎 這裡一點都不痛 完全沒有 也有人問過 其實皮 越靠近皮的傷口會越痛 我那個時候做 第六天的時候 我還 我也是有用後面的疤 還給導播拍 沒想到十三年 十四年之後 在這裡 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到 還有嗎 應該還有 看得到嗎 其實已經 想到嗎 你知道在哪裡嗎 你幫忙找到 有 哪裡啊 我看不到一點點 有嗎 一咪一咪 有嗎 有齁 好了 有 有就好 代表我沒有說謊 好 那你來說說 是 所以柯慶現在 已經進步到這樣子了 對啊 但其實 手術隆鼻跟微整形隆鼻 都各有優缺點 手術隆鼻就是 它還是會有一定程度的恢復期 我突然想到 一個問題 是 手術隆鼻一定有一定的恢復期 但很多醫師很怕 就是 在你之前 打過一些有的不的 玻尿酸 什麼磁 精釀磁 然後因為它要拿出來 打開以後 它要挖一些 清一些什麼東西 要放東西 會先打醬姐妹 我有打過 就是要清創你裡面的 之前打的玻尿酸 對 就是在做手術前的 兩個禮拜 我先把之前的東西打掉 打太多的人 醫師其實很記手 因為他 不知道一開下去 出來的 就是要挖的東西有 其實 微整形的材質就是分 玻尿酸大概是最常用的 那玻尿酸會比較好處理 因為 第一 它是透明膠體 比較好清 第二是 它其實有分解的東西 可以把它分解掉 打進去它就自己融化了 這樣的概念 可是如果今天是打一些 它具有增生能力的東西 譬如說 剛剛講的微晶瓷 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膠原蛋白增生 增生 對 它打進去 然後會刺激你 長一些組織的 如果是打在鼻皮 那之後要做手術難度 可能就會提到 很高 如果要打的話 我就會建議選擇 玻尿酸這樣的材質 因為它就是可分解 這樣會比較好 我自己的鼻子 就是玻尿酸做的 你也有 我全臉都是 玻尿酸 都沒有甲品 你全臉都是玻尿酸 這個是玻尿酸 這也是玻尿酸 所以你一擠都是水流下 沒有啦 現在大概都跟主持有喝 為什麼 因為我想要 試每個東西在臉上的感覺 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諮詢師有做過 或醫師有做過 你就會覺得幸運感極高 對 真的 所以因為自己有體驗才 還有那個說服力跟 所以你要去看那個醫師 如果你今天一個人告訴你說 看醫生有沒有打 這個打起來超厲害 但我告訴你 我自己沒做過 對 這沒有說服力 因為我跟妳講 之前有一些治癒師 就是他看起來 就是完全對這個東西也不懂 他只是想要推產品給你 他根本沒辦法告訴你說 打起來是像蚊子咬 還是什麼刺刺的 還是他形容不出來 反正醫護醫生跟我說不痛 不痛的 然後他直接給我敷麻藥 打下去我痛得要死我快哭 我說醫生你有打過自己嗎 他說沒有 應該不會痛吧 我都可以跟患者說 說這裡會痛 然後他們就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因為我每一針 都戳在自己的臉上 那我們怎麼能可以放過他呢 趙醫師來 把牙齒拿出來吧 假的那個目標 我非常認同 那個佑銘醫師的話 所以我自己也做過影視媒 然後我自己也做過陶瓷貼片 對 所以我的很多客人問我說 做這個會不會痛 我都可以很清楚地告訴他 第幾天會有什麼感覺 有感覺 對 然後那個貼上去 一定會有一點點敏感 因為你的牙齒的表面 被一些藥劑處理過 然後貼了另外一種材料上去 所以它是一種暫時性的刺激 然後我就很清楚地告訴他 大概第四週 第五週 你會刷牙的時候 漸漸地就沒感覺 就沒感覺 那你有那個嗎 動過其他的嗎 我 其實我的額頭 剛剛你們在 剛剛我們兩個也互剝鼻子 你們在互相品嘗鼻子的時候 互相兩個互剝鼻子 我們也是 鼻子有稍微打一點 真的嗎 但是我是真的 軟的 我是軟的 那三根有打鼻子 好軟喔你 你摸軟的 搞不好都比你那裡還硬 真的 是不是很硬 是不是很硬 很硬 對 好軟的 你看 超軟的 比你們的都軟 好Q喔 好Q喔 就我摸摸看 很像有一 有沒有 好好玩喔 這不是 有一種軟糖 QQ糖 不是 有一種QQ糖 你含在裡面 含到很軟 它就是有含的那一種 好好玩喔 怎麼那麼軟 我的材質就比 應該比照一些 這裡 上面 對 對 對 好酷喔 用的材質 硬度不一樣的 是喔 那你們會纏捏自己嗎 就是 又不需要嗎 說實一下這樣子 但是如果是用微整型打鼻子 我就建議不要太常補 因為我有患者 就是他只要高度下降一點點 他就要跑回來找我 對 那我就跟他講 其實你越常補 他就越有寬調的方法 對 太遷老久 這是真的 那通常是要多久去補 我自己覺得 可能抓一到兩年以上 是比較好的尖隔 因為大部分的腸酵 玻尿酸都可以維持滿久的 好好玩喔 來啊 學壁 換妳 對啊 學壁仙女 換妳啦 是 我不知道 因為大家講的 其實我都做過 牙齒啊什麼我都做過 看得出來啊 妳不用講啊 回笑線我也做過 所以靈異照片嗎 這個應該就是 我之前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打臥場嘛 對 打臥場 其實很看醫生的技術 那而且妳打久了 這邊就會鬆掉 會慢慢往下掉 就是會越打越拋 所以就是 這是我還沒有打 握著 還沒有打 還有跟做的時候 就是看起來臉比較兇 不會啦 對 然後這是 做的時候 這才兇吧 這立腿 沒有 好可怕 這很可怕 好可怕 妳 學壁仙女 她那也害 然後用我的筋膜去直接做 因為我那時候 已經打到一個心累了 打到已經變成 眼袋越來越往下掉 然後這邊皮越來越鬆 皺紋越來越多 然後我就 好心累 我就直接去做了 因為我覺得我打 我做了臥場以後 其實我有打過 我覺得我可能做長期的 這放什麼東西進去 它是用筋膜 對 哪裡的筋膜 竹底筋膜也那種筋膜 屁股其實也有筋膜 就是我們的人的 很多地方都會有筋膜 就是放一個字 軟軟的 就是軟軟的東西 所以它這個我已經 這個應該已經 一年了 對 然後這個已經 一整個月你臉都是這樣子 對 一整個月 一整個月臉就是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又順便 不知道為什麼 我又用順便 做一個手術 順便用一下眼睛一下 就用一下眼睛 把眼睛 酸魚皮加深之類的 所以我的眼睛就是 一整個月是這樣子 我好焦慮 我那時候已經焦慮到 想說我眼睛以後會變怎樣 結果還好 回來了 就我回來了 因為消腫的時候 你還會一邊大一邊小 或者是大小眼 或者是怎樣怎樣 所以我那時候是 整個就是鬱悶在家裡 所以就是 我覺得手術就是 先變成鬼 再變成人 再變仙女 對 再變成正常人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剛剛那個 臥蠶要提醒大家就是 對 真的要提醒大家 如果 因為臥蠶其實也有 非侵入式跟侵入式的 兩種做法 就是你可以用微整形的方式 打針的方式做 那就會用像 布料酸這樣的材質 但是我都建議就是 一定要你平常 就有化妝習慣的女生 你再去打臥蠶 否則 布料酸打的臥蠶 它會有一點點 透明感 透透透的 會好像你在這邊 有上那個亮光高光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平常 沒化妝的女生 你特別去打臥蠶 看起來可能會有一點點奇怪 那而且剛打完臥蠶 就像他講的 怕胃移 有時候我會要求 患者要貼膠帶 你要貼著三天 把它固定在那裡 那所以就會有人用坐著 或是要用手推它 對 或是有人就決定要用手術做 手術做它就可能放 液體真皮 就是別人的真皮 或者是放筋膜 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有一個想法 也許可以先從 微整型的方式 你先嘗試看看你喜不喜歡 那微整型的 剛剛講的就是另外一個好處 是可調整 因為譬如說你可能 現在很喜歡這樣的鼻子 你可能十年後你不喜歡了 那你如果是做手術 你可能就是要再做一次手術 那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當然可以當做微整型 就是你是一個好像試吃一樣 的概念 那你真的覺得喜歡 你在考慮是不是要做手術這樣子 因為畢竟手術成本比較高 然後修復的問題 這些都要考慮進去 對 還有研究性 那在牙齒方面那個 蕭醫師有沒有建議 就叮嚀我們的 我覺得其實就是任何的 不管是醫美或是牙齒的療程 它都具有一定的風險性 任何的手術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找專業的醫師 然後給予你最專業的建議 因為每個人的狀況 可能都是不同的 對 那如果你不確定 你可以多問幾個醫師的意見 然後自己再綜合評估 對 但是一定要選擇 最專業的醫師 然後一定要定期檢查 保養自己的牙齒 好 對 好像固定的半年洗牙 對 就是好像健保都有給付 沒錯 是免費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 你讚美 你還是牙齒要顧好 今天趙醫師 還有黃醫師 他們的詳細資料 你可以追蹤女人 我在的社群網站就知道了 謝謝兩位醫師 謝謝各位跟我們分享 恐怖的故事 我要感情的故事 謝謝小播